剛開始 我們就直接請 就是這一場呢 是不管是怎樣 中原會是有餘的 就是在部署很多集權的時候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消息的思想 那我們就請RICO來介紹 在這樣子的一個 架落下的話 可以有什麼樣的Solution 那請掌聲歡迎RICO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RICO 那我們在這一場的話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專案 一個開源專案叫Atmosphere 那我相信大多數人不會聽過這個專案 那這個是Vexos團隊 就是我們自己釋出的開源專案 那它是用來部署的 部署包含公有源、私有源 那這是我們使用的一個手續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是Vexos的Cloud Engineer 那就是反正針對談的 今天只有30分鐘會談的內容 不會太深入 也沒辦法太深入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不管是哪個方面 都歡迎來交流 那先大概簡單講一下 Vexos是一個公有源公司 它在我們在蒙特羅 在加州 然後在阿姆斯特丹 都有公有源的Data Center 那另外的話我們也有做這個私有源的托管 就是Managing Private Cloud 所以我們在北美、在歐洲、在亞洲 都有客戶 那當然在台灣我們沒有任何相干 那就是 我想說還是先講一下 就是因為像Atmosphere 我現在提分享這個專案 那我剛才提了這麼多 就是我們哪裡也有Cloud 那還是我覺得會比較好 就是我先告訴你說 我們大概在哪個範圍使用Atmosphere 對不對 那 我們在所有的公有源 所以我們所有的雲端 就是公有源服務 還有私有源的一些環境 全部 那私有源也幾乎都使用 這個Atmosphere 這一套 那 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很多 心力時間去開發 並且去Maintain 然後Migrate 就是去轉移我們的那個公有源 到Atmosphere上 那今天的話 那主題就是要講Atmosphere 到底是什麼 那怎麼開 怎麼可以開始用它 怎麼測 怎麼玩它這樣 那 我先講一下 會不會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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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OK OK Cool Good Nice I cannot see that 其實這時候 好 Don't worry 好 所以 我們一剛開始的話 在早期我們就是使用 Anspotscript 那 用Anspotscript 部署無源的話 其實還蠻好用 因為它其實你只需要Maintain Anspots膠本就可以了 那 很多 就是 當然我們不是在算 那些什麼 你比較民間精壯的 最大型的那些 那幾家 什麼Google Amazon 他們當然用他們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些 蠻多的 像是使用 OpenSphere 的私有源公司 或者是公有源公司 他們其實都會使用 某種層面都會使用Anspots 來作為他們的一個 自動部署 那 我們大概在五年前開始做 Containerize 所以我們就是 包含 包含 Evaluate Evaluate Kubernetes 然後 並且把 尤其是現在 我們的 要用ContainerD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 在五年前開始 就是在思考說 怎麼樣把我們的所有的服務 從原本在開始存Anspots 部署在機器上 然後後來想要把它轉移到 Kubernetes托管 那在Kubernetes托管的話 其實它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 其實每個雲端都有它自己的狀態 那 就比如說 這個雲端是透過哪些硬體 哪些Switch 哪些 哪一些 他們上面部署了什麼 比如說 這一套是部署的 這個 這套可能Cillion版本是多少 那一套的Permitious版本 所以每一套都有它自己的 每一個雲都有它自己的需求 那尤其是像我們的公有雲 是三套是有共同 它的 三套公有雲在三個地方 但是它的identity是串起來的 也就是我們只有一套identity 串我們所有的雲這樣 所以 變成是這個狀態要在哪裡做Maintain 比較難去 就是去 維護 所以我們後來開始去看這個 Terraform 我們就從 存Ansible 我們轉到了 Terraform 那這個轉 是包含我們的公有雲本身 也包含說 所有的私有雲 我們都買 都把客戶私有雲盡量的 買歸到Terraform上去 那時候還不是什麼 Atmosphere 那Terraform 它蠻不錯 就是它的這個 套件相應性 還有套件的這個 支援度很高 就是說 如果你在使用Terraform 你大概知道 它對其他公有雲的這個 就是互相調度的支援的 的 的模組 很多 那它本身的話 也有很多的 嗯 很成熟的 這個 專案在跑吧 那 那 Terraform的話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跑 在雲的 雲的 雲的 雲的雲的雲的雲 它其實它的 它的架構 是很適合 跑雲的雲 你只需要做 寫一次之後 你可以部署在 很多很多地方 用同一套 要Config 那基本上也不大會出錯 如果你寫的好的話 它基本上不大會出錯 那 同樣的一個優點 也是我們就是 呃 Maintain這麼多 這種跨國公有雲的一個 最大的問題 就在於說 呃 我們的雲太大 那我們沒有辦法使用 Terraform 去Maintain那個State 因為 Terraform的State 它是有點Immutable 它沒辦法改動 它不太能改動 但是 呃 對於雲來講 我們公有雲 可能大家想的可能就是說 啊雲就建在那邊 不會去改 不會去動 但是其實 公有雲的Maintain 其實因為 呃 每個 每個季度每個季度的 不管是機器 還有所有的這個 上面使用的 呃 可能你Kubernetes版本 或者是你的 呃 Safe版本 OpenSafe版本 會不斷的去疊代 那其實我們很追求的是 跟著開源繼續走 所以 呃 我們所有的東西 幾乎都是使用開源 那我們整個雲端的 這個 這個 十幾年下來用的 也幾乎都是開源的東西 那上面的客戶 基本上也跑滿心之用年 那我也要維護 客戶在上面的體驗 其實我們轉移的速度很快 那變成是Terraform 跟不上我們的速度之後 呃 我們變得很痛苦 因為我們要去 想要 就是不管是硬體壞掉 呃 不管是 網路出錯 不管是哪一台設定錯誤 或者說 在客戶私有雲的時候 客戶那邊有哪一台設定錯誤 或 或任何沒有方形 我們都要去改 但是Terraform被這個問題 就比較大 那 OpenState Helm的話 就是我們接下來 挑到OpenState Helm去看 就是 講到就是Helm 我們用Helm去 呃 去 想要去放我們 剛才說的這個State 就是每個雲都有說 欸 類似設定檔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設定檔 只是說它 呃 涵蓋的東西比較廣一些 那 用Helm去存這些東西的話 好處就是它 Helm本身是 Gubernetes Native的 那我們已經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 雲的 雲端運行的東西 除了Safe以外 幾乎會 migrate到 呃 在Gubernetes上 所以 呃 包含的OpenState本身 只能入服我們都放在Gubernetes上 所以它使用起來還蠻 呃 效用性高 那在Helm本身的 我想在座可能蠻多人有興趣 大家知道Helm的 在 呃 OpenState Home本身也是一個不錯的工具 那 它畢竟本身 Helm本身只是 有點像是 是托管的一個工具而已 我們在上面還是會需要再有一層 呃 動態定義的 的層 就是 所以我們又回去 去把Ancible包進來這樣 所以 把Ancible包在上面 讓它可以成為比較 呃 比較動態的那個 去擴展 因為大家如果有玩過Ancible 知道Ancible去定義參數的時候 其實很方便 那你只需要去 呃 你只需要去在 跑它跑Playbook的時候 去 給予不同的參數 它就可以 製造你要的結果 你只要Playbook寫的好就好了 那 你也不用太去管 那個後面的 後面的訊息的部分 那因為 Ancible本身 跑整個Script的流程也很順啦 你可以直接看 如果你玩過其他 比如玩過Puppy 那些的話 你就知道什麼叫痛苦 那Ancible其實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 啊 友善 尤其是對這 雲的 雲大巡人的部署來說 那我們後面還加了很多東西 最後就變成是一個 開源一個叫Atmosphere專案 那當我說Atmosphere 是開源專案的時候 我是認真的告訴你 Atmosphere是開源 它不是 雖然是說 是從我們Mexos 丟出來的東西 但它不是 不會是市面上那些 奇妙的 只放開源碼的東西 它 絕對會是 繼續持續開源 大家也可以去 如果他有在 加入Kubernetes社群 也可以在Kubernetes社群裡面 去找一個 Select Channel 叫Atmosphere 你可以在那個 Select Channel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 直接的開發的討論 那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開發討論 不會在我們的內部 而是直接在這個上面 那 同樣的東西製作出來 我們會直接套用到我們的 所有的公有雲 還有所有的私有雲上面 那 這是他的 GitHub連結 我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這樣講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其實Atmosphere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surprise 收入 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高科技的東西 但其實這樣 我們就是想要把這些東西 兜起來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說 那Atmosphere 有什麼好處這樣 那反正他是開源的 大家有興趣 就去玩玩看 那 就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那簡單講就是說 他是 Atmosphere 就是用Ansible 去部署Kubernetes跟Sev 在Kubernetes上 用Helm去部署Opensack 跟Permit Shoes 在Opensack上 就可以去做Kubernetes 跟Virtual Machines 然後還有Parametal 那在那個 在 但最上面的Kubernetes 就是 可能大家有玩過 Opensate 早期玩過 比如說 最上面的Kubernetes 對於是 我們是用Maknum 在做部署 但是他跟 既有的Maknum 不大一樣 因為我們用了 直接用了底層的 Kubernetes Kluster API 我們寫了一個 Opensource 我們Opensource 一個Driver 叫Maknum Kluster API 一樣在VexSource Github裡面 是Opensource的 然後這個Driver的 最好的部分就是 我們是直接使用 底層的Kubernetes 來套上面的 Opensource的VM 直接 最上面的 這個Kubernetes 就是簡單講 就是下面的Kubernetes 的Kluster API 來 托管上面 Kubernetes的 支援 所以他在那個 不管在建造 還有他的拓展的部分 都是很 都還蠻順的 也很穩定這樣 那 Scale也不錯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上面講這麼多 但是下面那些硬體 我好像也都還沒講 因為Atmosphere 並不包含 幫你怎麼部署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這一段 我們比較傾向把它隔開 有幾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有玩過 或者建置過 那種公有雲的話 公有雲有太多套的 硬體設備要維護 那 尤其是這種 尤其不管是私有雲也是 就是 一個真正雲的環境 有太多不同的硬體設備 每個客戶也有他自己的硬體設備 為了不讓這個專案被所有的硬體綁架 或者你要Verify所有的硬體 基本上你的工程師都會耗在那邊 那我們要讓它很快的疊代 尤其是它的 不管Go版本 Python版本 Gubernetes版本 OpenSense版本 我們要疊代它 而且要過快 要跟得上社群 所以我們底下的話 我們把它隔開 那其實底下也沒有 就是在 如果你會硬體 會 會 會作業系統的 底下其實工作 沒有那麼繁雜 因為它底下只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你確認硬體config 你確認你的硬體switch port 是對的 然後switch port的串聯 那些是對的 你確認你的硬體的設備是OK 再來就是在上面用 像是 Wupuntu的Mars這種的套件 去用IPNI的方式 去裝作業系統 那當然說 講是很快 但是它其實也是有一些 美感還是需要一些經驗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部分我們把它隔開的好處 就是我們其實 把AdWords別 也變成一個其實蠻快速跌代的專案 再來就是 Atmosphere 本身的話 並不會跟這些底下的硬體去互綁 所以就變成是 我們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測試 等一下會會展示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在實際 我們在實際部署我們公有員的狀況也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實際部署的時候 我們 其實我個人不喜歡一件事全部部署完 那我喜歡的是 我們 而且比較應該做的是 你要在部署完你的硬體 跟你的作業系統的時候 你應該要停下來 實際的去看你的員的環境 然後看看有沒有任何系統或 Colonel Planning或者任何的錯誤 Config的錯誤 這種東西都應該 你用腳本也可以 你用其他工具的 你要去Verify它 或者你用無邦的Mask去Verify都行 但是你必須要去Verify 我其實早期看過很多的這個 就是不管大型小型 雲部署的時候 很多人會犯錯的問題是 他一件事部署完 他覺得我成功了 就把這東西交給客戶 結果客戶告訴你回來 就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很奇怪的反應 結果當中有一個作業系統 他有一些Colonel Planning的狀況 沒有人找到 因為當時追求部署那時候是成功的 當時只是一個Warning 結果後來版本一個眼鏡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Colonel Planning 那這種東西其實應該要被避免 那我們所有就是 我們想要把它做開源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把它割開就是這樣的原因 那這個圖我就不再細講 就是反正基本上就告訴你 我們大多數的服務 我沒有把Kubernetes的服務 再細拆出來 可是大概就告訴你 我們幾乎所有的服務 除了SAFE以外 幾乎都放在這個Container上 好 那今天的正題就是說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去使用這一套 那 呃 用我這一隻吧 我看一下 喂 喂 這樣可以嗎 好 欸欸欸 可以吧 等我一下 這樣 這樣 喂 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 謝謝 好 那 呃我想說第一個 但這 呃我接下來會講的幾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啦 就是它蠻多有趣的東西大家可以去玩 那反正都open source在那邊 我們也不會把它收回來 那呃 第一點我覺得它是蠻好去使用 也是 可以去workout的 當然說你 你沒辦法把整個atmosphere 在你的這個筆電裡面跑啦 除非你要另外寫一個 自己寫一個更簡化的driver 但是因為它畢竟本身 好 好 那我現在放了一個 呃環境 這個環境是 呃 等一下 哈 等一下喔 好 好 好耶 那這個環境的話就是放一個openrc openrc就是帳號密碼 跟一個 呃openstake公有雲的這個 這個連結啦 那我們目前就是 快速測試這種簡單的測試畫質 支援openstake雲 因為我們就是openstake公有雲嘛 不然我們要支援什麼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排斥其他的雲的方案 那 理論的話其實我們沒做什麼 就是 就基本上就是把pipe 做 把poetry這個套件下載下來 poetry是用來管理相依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把atmosphere clone下來 那 呃我們直接進到atmosphere去 那 一剛開始就直接下poetry install 那poetry install的作用就是把 呃 把接下來要做的測試的相依性先 先裝好這樣喔 那剛剛有提到說你需要有一定的環境 那這個環境大概我們會裝出 基本上等一下的測試它會裝出 八台的VM 那 在openstake環境裝八台VM 然後在八台VM上再去裝整套的 呃 直接可以使用的 的 的 的這個雲這樣 那 呃 更強大的機器更大的參數 或者直接在實體機上直接去跑 齁我們沒有在做任何客製化 呃 然後它現在裝好了嘛 那 那molecular它是用來測試ansible的 的一個套件 然後 等一下會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那 那 跑的command就是poetry run molecular 啊 啊 那 converge在做什麼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齁 這邊 這都等一下給各位看 那 那 converge在做什麼 簡單講就是說它 主要它就是 create一個openstake的stake 齁 那大家不用太管這支援是什麼 沒關係 那你只要知道說它要串的openstake cloud 就好 我只給各位看一下代碼 讓大家知道這到底在幹嘛 它就串一個stake 然後 你的支援的大小 會有這些參數 叫atmosphere instance type 或atmosphere control instance type 這樣的參數 啊 去環境參數去放入 齁 這是針對測試環境 那 放入的東西就是你在openstake上 你要裝多大的機器 你如果要嘗試小一點也可以 那基本上 呃 除了三台controller要16以外 其他就是4就好了 然後 這個openstake的stake 裝好之後呢 欸 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連的這個 現在連的這個環境 這是我們 backsource的公有云 好 大家反正沒有測試環境 要嘛是 可以跟我們那個 cloud native cloud user group 借一個 openstake環境 我們有這個東西 可以給各位玩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跟我們 backsource 就直接租一個 好 那 那 那在上面的話 他其實就是架了八台VM這樣 那這八台 欸 八台VM的話 就是什麼 CTL1 CTL2 KVM1 KVM2這樣 那這八台VM沒有 這八台VM沒有任何特殊性 就是基本上就是 反正你就是找個地方 裝八台 這樣 我自己預設是使用 Ubuntu 20.04 那你如果喜歡自己 自己裝好機器 或你直接用實體機 來做這些事情 都沒有任何問題 這樣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 基本上除了測試以外 就是用實體機了 齁 那他接下來的話 他的腳本 剛才的molecule conference腳本 接下來會跑這個 會set up IP Table 然後 再來就進入 對沒錯他就是一行 comment而已 這一行comment 也就是我們實際在公有云上 我們部署整套公有云用的 也是就是這一行comment 那Site 你如果 一樣在atmosphere裡面齁 你打開這個playbook 你會看到 裡面就是四行 呃 裝Save 裝Kubernetes 裝CSI Plugin 跟裝OpenStake 那 如果你進到OpenStake看 他裡面就大概長這樣 比如說這個就是在 這一行就告訴你 在 呃 controller上 裝 呃 然後在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 TAG 我大概會講TAG 好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啦齁 所有的東西都是透過RAW定義 然後如果再細進到 Malina的RAW裡面去看 這都是Ansible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實際去call Helm 然後並且利用 OpenStake Helm的 的 這個 的東西直接部署出 呃 我們要的Malina 那這些 所謂的OpenStake Helm 我們有把它 我們有把它 clone在atmosphere裡面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 那我們clone唯一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需要做離線部署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 就是定期的都會在 呃 每個禮拜或者是 都有都一定會把 再把社區 呃 新的版本 把它抓下來這樣 齁 呃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 透過這樣的 操縱水準 那這個環境要跑多久呢 就是我剛才提到就是 呃 那個環境大小的話 大概 要跑一個半小時 齁 那我 因為我沒辦法等一個半小時嘛 所以我這邊有一套 呃 那我這邊有一套 呃 我剛才 找些不好的環境 我就直接給各位看 那 要login到這個環境裡面 呃 記得剛才有 有看到 那些instance的名字嗎 什麼 controller 1 2 3 呃 NVMe嘛 NVMe就是safe的節點 齁 然後KVM嘛 你可以直接在molecular 直接login 齁 如果你 你知道它其實也 你也可以直接透過這個 SSV方式直接到這個環境去 你一進到這個環境之後 一進到這個環境之後呢 呃 你可以直接用 進root 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呃 就是 剛才提到的openrc嘛 那剛才那個openrc不能給各位看好 因為那是我的禁要 齁 那個 針對工人家 但是這個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 針對openstay云的一個帳號密碼而已啦 大家盡量看吧 反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幹掉 那 這個帳號密碼它就會連到這個 已經build好的這個 這個 整套openstay跟kubernetes環境 所以如果你直接用它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看上面的這個openstay 那我相信在場各位對openstay的興趣 絕對是缺缺啦 呃 push 拍誰 我到底在幹嘛 我到底在幹嘛 好累喔 因為我平常不是用這一台筆電 嘿 呃 那就看到說 它在那個上面的netspace上 有建的這些東西 那 呃 包含我們用class API 包含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monitoring 就是premise use 那所有的openstay的這個 所有openstay的服務都在 也都跑在上面了齁 那 那 如果可以看一下剛才的那個 看到剛才的increase的話呢 就是 剛才看到identity的嘛 在這邊 那 你也可以直接 操作上面的dashboard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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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那這個dashboard呢就會連到 像這樣的一個openstay環境 好 只是說給各位看上面裝的是openstay 那 呃如果說 就是欸這個環境如果我不要了 假設我部署到一半 或者是 呃我要重新更改東西 那你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除了去改 剛才看到的這個 部署的腳本裡面嘛 進到這個raw裡面 你除了去改這個raw裡面的參數之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 你也可以直接在環境裡面 你改完之後呢可以直接在環境裡 重新下一次molecular converge 那重新下一次molecular converge 它就會重新做一次部署 好比如說我剛才把它斷掉嘛 我現在重新按一次 它還是會再重新部署 那你也可以直接 如果你只是要部署 剛才有提到嘛 那個我們raw裡面會有tag對不對 這都不是我們開發的齁 這都是ansable 既有的東西 就是 你上了tag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 像這樣 直跑manina的部分 就是說欸 我現在只是要做測試嘛 我只是 欸我現在manina壞掉了 我要重新我改一下 我要重跑 那你就不需要全部重跑 也不需要等那麼多 你不需要等整個雲 那你就可以直接像這樣 直接改一部分就好了 那像譬如說我如果 欸跑一跑之後發現 我東西做完或改完 反正它會成功啦齁 你就直接可以下destroy 或者是可以下clean up clean up只是 clean化的 現場參數而已 然後destroy會把整個 你帶來的雲 就是整個刪掉這樣 那我現在如果把它整個刪掉的話 剛才你看到了什麼 在公有雲上的那些server 還有會透過把那個stake刪掉的方式 直接全部刪掉 那這一步講比較多啦齁 那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蠻細節蠻有趣的東西 但是時間上我看我好像也超死 我就不繼續講 那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另外的話它有一些好處就是 比如說我們整合整個community 跟production workflow 跟product workflow 那身為一間公司就是我們其實 針對直接使用開源的套件要求很高 就是我們不會把它打下來做我們自己 然後開發說 喊一個新的名詞說 啊這是我們的kubernetes 那我們不幹這種事情 我們用的就是社區的kubernetes 那剛才那個環境 呃沒展示給他 但是就讓他知道 剛才那個環境裡面的kubernetes是 是 226 對吧 26.3啦齁 V1.26.3 那新的是227嘛 那我們盡量跟啦齁 因為 還是要考量到那個客戶的環境 但是我們會盡量跟著 跟著community的腳步 另外的話 剛才有提到嘛 我們所有的chart Helm chart會下載下來 但是我們 不會硬幹齁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 這是Helm chart的版本 那Helm chart Neutron版本是0.3.15 那這個你去看社區的話 基本上是 跟最新的大概差距不會太大了 一定只是差距值版本而已 因為我們是直接從社區上 就直接定期把它clone下來 但是我們同時有一些東西 我們要提供 想要給客戶 但是我們 沒辦法等社區去merge它 因為社區太慢了 那我們自己就會去像這樣子 把它做一個patch打進來 那883168 如果你可以去查的話 就是這個patch 就是社區還沒有辦法merge完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這東西 所以我們會自己 去把它在社區上先把它 我們 我們的流程長這樣 我們內部需要什麼 我們丟到社區去 不管是Helm Kubernetes OpenStack 或是任何東西 我們先丟到社區 我們再從社區 透過剛才看到的 類似single flow的 角的方式 去把它拿下來 那社區能不能merge 要不要改 那我們再慢慢跟社區好這樣 那 可以整合跟customizable 剛才提到ansable的這個 從ansable的角度 很多東西都可以改嘛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 就是如果 像我們裡面的container 我們自己會去打包 也有用現在社區上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要測試的話 也可以自己buildcontainer進去 然後去替換掉 那比如說OpenStay 我們是用比較新自在的版本 所以你如果要打一個新的 不管什麼服務 或者是 Clean是1.13版本 所以如果要自己換Clean 你要換到1.14 或其他版本 你自己可以去抽換 那你直接只要改這些 改這些 改這些音域級參數就可以了 那 另外的話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是 我們實際社區 不是社區 對 在atmosphere社區上 就是atmosphere在github裡面 我們直接放上去 但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在所有的 我們所有客戶 公有雲 所有的雲端 所需要的 Premissions的 metering的參數 跟meter factor 所以我們 你如果可以在上面看到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什麼東西 對我們來講 比如說 out of IP 然後 soft network drop 這些東西 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的 參數跟那個參數多大 我們都直接放在上面 沒有做 反正也沒有做任何修改 所以 如果你對於 像這種Premissions 或者是 這樣的 metering參數 有興趣的話 或者你好奇 一個雲端 該做什麼參數 其實你可以來參考我們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 那個部分 我覺得丟出來是真的還蠻不錯 因為我們也得到一些回饋 就是大家會說 欸這個參數該怎麼 該怎麼去改 那 會有更大的眼鏡這樣 嗯 那 因為今天說實在時間真的 30分鐘我沒辦法講太多 就是今天講的比較 淺誠一點 但如果大家有一些coding大神 或幹嘛 想要跟我討論coding 還是想要討論什麼 都可以 我最深只能到Compiler Compiler再往下 我沒有辦法 Compiler本身我也不熟 那 就是只能在那邊 就是基本上 Python啊 go 以上的東西 我們還可以討論 那 再來就是最要講的就是 long-term maintain跟upgrade 那long-term maintain跟upgrade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各位講說 對我們就是強 我們就是厲害 這不是一個商業場合 所以我只是說 今天就只會提供一些數據 給各位看說 我們的 的 身為一個 這個後端 的工程師 就是我們的看到的數據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在講到之前就是 這個也是在 Atmosphere上 的一個 Alearn workflow 這樣 那你在這Alearn workflow 基本上Alearn manager 跟Promish 跟Push gateway 都在上面 那大家 就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用 那我們基本上會去創 像Tim啊 或Opsgeny這樣的東西 所以 工程師 就是 之前包含我啦 就是工程師 我們會在半夜 欸不會半夜啦 就是但是你工作期間 你會突然手機 像地震那樣有沒有 它會突然大響 然後你會看 然後如果你 5分鐘 10分鐘內 不理他的話 欸15分鐘不理他 你們的CEO就會 大響 接到一樣的東西 這樣 所以我們的部分就是 為了 因為沒辦法讓客戶 delay太久啦 那給各位看這樣子 就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有一個 這樣的 mechanism 在Atmosphere裡面 都放在裡面了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那 我們去 我們整個cloud的東西 那 這是一個參數啦 從 同一時期 四月到 四月到五月 這兩個月 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2022年 收到1633 這個 alarm alarm不是說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值得 我們需要去注意或在乎 或者是說 甚至到critical 那一段 就比較有問題的那一段 要去看的 比如說欸 Disk space快沒了 這樣的東西 就會有一個alarm出來 比如哪一個客戶 或者我們哪一套公友人這樣 那 在同一時期就是 在 相差 2022跟2023的話 就是drop 20%這樣下來 那你當然說 20%實在沒有多麼 沒有多麼厲害啦 就是 但是我想說 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 2022跟2023 同一時期 這不是一個商業廠 所以 大家聽就算了 呃 我們同一時期的客戶增長 是40% 那 客戶增長 這個40% 不包含 既有客戶 把雲再擴大的 這個 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既有客戶 其實雲再擴大 絕對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所以 我們實際 整個需要monitoring的 硬體軟體設備 絕對 增長 在這兩屆的增長 絕對超過40 那如果說 在這個40的 以上的增長下 我們還是可以有辦法 把 呃 把mitoring drop到20% 那這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很簡單 我們 我們沒有做什麼 太大的 我們也沒有說 花多大的錢去買誰或幹嘛 就是 把 把 把 Go版本升級 Python版本升級 你就把它升到 Python3.8到3.10 那你把 Kubernetes升級到 3 到1.26 你把 OpenSafe升級版本到Z 那其實這些升級都會有增進它的效能跟Performance 跟這個 Stabability 那就是因為 我們 想辦法透過 Atmosphere這樣的專案去疊代 所以我們才可以這樣升級 所以我們自己其實蠻喜歡這個專案 是因為 呃我們 自己運行它變疊代的速度真的蠻快 然後我們自己玩得很開心這樣 所以 呃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 如果有什麼想問的話之後可以再問 那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大概到這啦 因為我時間也超 反正我最後一場吧 大家應該也沒什麼地方要去了 好啦 就這樣 那大家有問題嗎 欸有 有問題嗎 Yeah Yeah Go ahead Yeah Yeah Go ahead Yeah Yeah Is there any kinds of some dashboard to check in of the symmetric or some kind of some user account such as would this provide really tiny information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 tests that you want to be sure to be sure to check in of the symmetric information such as Kwafana Kwafana What is it Gwafana What part Uh Monitor You mean the monitoring sign Yeah yeah monitoring and then some utilization actually there's a by the account or some by service account or some something I mean like account meter and stuff Yes Okay so as a public call we do have account meter and stuff but that is for public call service only so we didn't publish that to Atmosphere so Atmosphere have a some enterprise success board What Enterprise success board You mean Oh we don't So Atmosphere you can consider that as a pure uh as a pure open source yes so I think it's It didn't have like we didn't have like say this is an enterprise version this is the uh company Now we just have a So I'm just considering that this outpost for some and just that such as some some offline version from the No we don't have that So that so whatever you see on the we released the So whatever you see on GitHub is exactly the versions we use in our there is no different if you recognize Yeah but metering Yeah metering as well I mean our and our is all inside uh We're gonna we're gonna whatever we need in for metering like we figure out yeah we need to we just put it inside atmosphere Yeah My question is the commercial version you have No we don't have No we don't So actually this is what I said I'll post that Yeah But what we what we do is like a lot of people they like playing with like open state they want to do a lot of people like they know we can do like pretty advanced of Kubernetes open state so they have their own public cloud and they ask us to be their like like part of their team to help them like we help them to monitor their cloud whatever happens to their cloud I cannot tell anything they don't sign like like you can like there's like telecom cloud we actually provide those thank you thank you any countries if you have any any of your any of your any of your I have a link but it's just shining it's not it's not if you have any of your any of your questions if you have any of your questions and if you have any of your us we are either here then if you have to another topic thanks everyone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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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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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